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那現在是早上的10點17分 今天是星期六,快過年了 所以待會錄製完這部影片 今天應該就錄一部啦 或兩部,看晚上幾點回來 那我想要錄的另外一部不是個股的分析 而是我們這個上市和上櫃指數的 我們透過這個指數是比較能夠在 未來的比如說一個禮拜 一個月去抓到一些 可能是比較有機會的個股 或是說是他的同族群的一些個股 那當然像是半導體 電子 那裡面又分了很多 CCL 然後 PCB 然後NB 有什麼ABF 反正就分了很多不同類群 那當然就不一定 除非說他自己用 有一個比較小的族群 那這種大的我們就看一個大方向 那小的部分 像什麼生肌醫療 他們比較沒有分 大部分都是漲了之後才會說 大部分卻會說 比如像之前那個中國 缺藥 缺藥的這個概念股全部 都往上漲之類的 那可能他的概念股就變成說是 缺藥概念股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透過一些指數 比較能夠發現 發現一些方向 那當然真正要去挑股票 他還是需要透過一些技術分析 並不是說 我說這個族群可能有機會 那你去抓 那就一定 能夠在裡面去賺到錢 他就是比較強勢 沒有啦 還是會看這個 他的量 第一他的量一定要夠 不要弄幾百張 不要弄每天都幾百張 最好是 能夠有一些 幾千張的最好 那當然如果說他的線型是不錯的話 幾百張你也可以進去 買個一兩張進去裡面蹲啊 看看能不能夠 搭這個主力的順風車 然後上去這樣子 好那就是說 可能晚上或是明天再錄另外一部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 10打 那我們先講 我想要講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其實自在之前有去分享過 那這東西是什麼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叫做 呃 我忘記那一本書的作者 好像叫柯偉 反正他 呃 這本書你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與成功有約 我自己也有買 但是我還沒看完 很誠實還沒看完 因為 不知道 反正每次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 那 我看到的點呢 我就覺得是蠻受用的 蠻受用的 那 像是他有講 就是這個是 影響圈 跟關注圈 那影響圈呢 用到我們投資上 自己能改變的事情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那就是你 買進 跟賣出嘛 停利 跟停損 對 這是你自己能夠去做改變的 今天你要不要下單呢 今天你聽了誰的誰的分析 你要不要下單 終究都在你自己的手上 你聽親戚朋友 你聽我的 你聽別人的 那你要不要下單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對 那 關注圈 就是自己無法改變的事 關注圈是代表什麼意思 我建議一檔股票 未經照的紀律 我看好他未來行情 這個 他的基本面不錯 充滿面不錯 基礎面呢 我也喜歡 反正看你喜歡 看哪一面 你單一看一面 也沒關係 反正呢 假設我們是看基礎面 那基礎面做進場之後呢 那 這個就是你可以改變的事情 你要下幾張單 你要重壓 當然不要重壓 假設你有個100萬 那一張個股是10萬塊 你要全部買好 買滿 買10張 還是說你先買5張 這是你能夠去做的決定 那你沒辦法去做的決定 就是說 你買進去之後 什麼時候上漲 什麼時候下跌 這個是你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所以 我們就盡量怎樣 我們原來影響圈是這樣子 那原來我可能就是一個比較偏向於說 我就是隨便買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小小影響圈 但是 我們是不是能夠擴大自己能夠改變的事情 就是怎樣 盡量做好在股市裡面是正確的事情 看錯呢 你當初買進的點 你看錯 你就砍掉 不要留念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不要去研究到基本面就很喜歡 我講真的啦 這些基本面呢 我也會打 你也會打 我打一篇 營收都好 未來展望怎樣怎樣之類的 那 講個2023年 下半年未來展望 那會實現嗎 他都不知道了 他如果知道的話 那他就會 更加厲害 人人都是台積電 每一間公司都是台積電 大致上這樣講 大家懂我意思就好 就是說 如果說都能夠抓 抓到自己公司未來營運會如何 未來營運會很好 那我就是加大擴廠嘛 對不對 我知道2024年 2024年會缺什麼 會缺什麼 哪邊有生意 哪邊是未來趨勢 我自己公司 我就去做了嘛 所以呢 公司給出的一些 一些是想法 那全部都只是他自己給的想法 所以說你越信去基本面這種東西 你不如相信你自己 判斷趨勢 你不要聽他去講 而是你相信自己 所以我們能夠去影響的事情 我們慢慢的去擴大 我們的 進場邏輯 盈虧比好 那 這個有個20%好了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支撐買的好 我們下單下的邏輯好 那我做好正確的 停損和停力 那就是慢慢的去擴大 對 然後 對 差不多大概就這樣 以投資方面來說 這樣 那這個東西其實可以運用在很多很多地方 像是我現在在錄製這部影片 我要怎麼知道關注權 我這個沒辦法知道嗎 我怎麼知道我這部影片的流量多少 幾百 就很正常嘛 突然有個幾千 那我要怎麼去複製這幾千 我沒辦法去複製嘛 對 那如果說 應該說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我每天做一模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他這個突然 YT YT給我一個多一點的流量 那我要怎麼去做改變 那或許是 我要去思考的事情 我要去思考 就是說 我要擴大我能夠改變的事情嘛 那 未來 那我的這部影片 有多少流量 這件事情我是沒有辦法 自己手工的 除非去買流量 就是像這個 最近曹仁兄 這個 李玉芬 這個 他的影片 他的歌曲 這樣子 那當然也沒有好沒有壞 對啊 歌本來就 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嘛 對啊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指數部分吧 指數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指數呢 在昨天晚上呢 他是上漲 那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昨天看的這個點呢 稍微雜坡一點都拉回來 14820 如果說是最終的防守線嘛 對最終防守線 那 後來證實了 我們看的方向是 沒錯的 那看的壓力也是沒錯的 原來是看一下這個壓力嘛 應該說這邊是支撐啦 在昨天發出 昨天如果說你看昨天那部復環的話 你會知道 或是說你是會員的話 然後昨天說這個是支撐 那這個是大支撐 那你看 他從 三點到五點這一段 遇到壓力 往下跌 測到支撐 往上漲 往上漲 對那我自己個人的想法是 我們抓的支撐點 如果說是正確的話 那大致上就是 以他25到30點 為一個跌破的依據 他如果說沒有超過25至30點 以上的話 那我會把他當作是 有可能就是一個稍微小小的假跌破 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啊 那當然 會不會阻力再更建一點 然後拉個三五十點 才是真正的 呃 洗盤 那就是在未來的慢慢去做調整 或者真的調整到 真的沒辦法下單 這個方法已經沒有用了 那只好再去做其他更改 不過目前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思維 就是25到30點 如果說有跌幅 跌下去 25到 比如我看是14820 跌到25點 是14795 如果跌到這個點代表說 真正收盤去收破的話 收盤去收破的話 那代表說 就真的是拜拜了 那我在另外一個群組呢 我就是 你看一張圖啦 所以說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所以說 大家每個人看的點 都不一樣 他們看的點是看哪點 我畫給大家看 他們看的點是這個東西 這樣子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拉高之後 也算是一個中繼形態啦 中繼形態之後呢 恩 突破 回來 暴跌 帶量下殺 禮拜五 之後呢 反反復復在這邊打壓力 打了兩次 然後昨天呢 他們是昨天在講 然後看一下這張圖 我翻開來看看 是不是很像 幾乎一模一樣吧 是不是很像 然後這邊有假突破 這邊假突破 對不對 然後呢 對 跌落頸線之下 假突破確立 然後 底部這地方 破線 就下去了 但是 他 沒有破線 他反而在底部這邊 逆勢的打一個W底 W底 所以 禮拜一大機率是 看場行情 禮拜一大機率是 看場行情 就這樣子 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恩 你在這地方 你就算覺得說 假 這個假突破確立了 那你去做空 你去做空 然後疊破這邊是加碼空 這樣的方式也可以 只是一樣 每人看的點都不一樣 那我只能說 我的點剛好我看對 14820這個點 我剛好看對 賽到了 剛好是看對的 那別人看的這個 假突破 他也對 只是 未來的行情 他不這麼走 那目前看起來是 支撐 應該是在14900這個地方 這個W底的一個頸線 打得蠻漂亮的 跟那個國具差不多啦 大家跟大家做一下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好那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各個部分 從那個同心天講到這個 金碩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忘記講 忘記講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美股三大指數 抱歉 那三大指數我大概算簡單講 反正就是說 那納子目前還是比較偏弱勢 但是他已經 有效的 因為說 已經確立收盤 這是前天的 這是昨天的 確立收盤就收過了他之前的一些壓力線 11470左右 然後 最後收盤說在 11530 所以 基本上一個邏輯的概念就是突破了 然後有機會就是在 持續在往上走 然後看一下道琼 道琼呢 這也是一天 剛好又是來到他的壓力 那 還沒過 還沒過 蠻有趣的 還沒過 那目前可以做觀察待會再講 然後看一下道琼 然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這個 標譜 標譜呢一樣 下山曲線 12345 然後這現在是第六個點 第六點呢 還沒過 也是還沒過 所以說 目前呢 如果說一起過了 都是在通通都在一個 壓力的一個集結點 這個地方 那現在誰過了 現在誰過了 這個 BTC BTC真的過了 然後我剛剛稍微按一下計算機 那時候 那個我們 會員問我 然後那時候我還覺得 信之缺缺 因為 其實是沒有做到 蠻可惜 這波真的是一個非常大反彈 連這一些 有一些小幣 基本上有 漲了100% 都有 好像還蠻多的 至少50到100%的一些 三代幣是蠻多的 對 因為剛剛早上分析講這個AP 這個原人幣 這是這個 一個我們那個 那個藝人吧 那個叫什麼 皇帝 還皇帝城 反正 就是他 專門在弄這個幣 反正呢 搭算一下 那時候那個 我們會員問我們說是在 大概1700左右 那時候跟他說 他支撐是在這個16900 16900 忽然就 上去了 然後我剛剛算一下 截指我剛剛自己看的是 21000 然後去 換算的話 但是他長了 我這邊拉給大家看 從這個地方 假設真的買在這個點啦 長了多少 23% 23% 蠻可惜的喔 就是沒有去做到這一筆單 但沒有做到就 也沒差啦 因為呢 恩 就是 活著嘛 總是會有下一波行情 那目前呢 我們可以看到 比特幣有一個 比較強勢的突破 那目前個人看的觀點就是 如果說能夠過了大概 20800這個價格 到12點 現在早上10點半 那如果說能夠收盤過的話 最好是收高一點嘛 收到是 2121 21200啊 然後21500之類的 反正收盤收高一點的話 那突破20800以上 我覺得他又是能夠再 持續看漲一波的 看漲一波的 那 他這個行情是在 美股收盤後他才拉 那如果說他能夠延續這個行情 到 禮拜一 這個多多行情到禮拜一 不要明天又花一個門 到貨倒下來的話 那我覺得下禮拜的行情 應該是 可以去期待 那當然下禮拜只有兩天交易資 我們台股 那美股如果說你有一些美股的部位的話 那應該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或許真的 能夠有效的 帶領去突破 因為他是先行突破的一些指標 那當然 最好最好啦 都是以一個 多空的一個概念的話 最好是直接 現在過他前面的前高 前面前高是21 21500 這個左右啦 如果都能夠過的話 那更好 對 就是說能夠突破前高 那更好 那我們就來講吧 我們來講那個同心電 OK 那我們看一下同心電的部分喔 那同心電的部分是之前我們有抓在這個會員個股 那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進場啦 那那時候抓的是這一根 那這一根剛好是這個 我後來還發現說他好像剛好 反正在這天爆大量 12月21號 爆大量收一個很漂亮的上影線 下影線 講錯 下影線 然後呢 那時候隔一天呢 又是這個指數的調整 所以要往上拉 但是如果說你沒去追這一根 而是去 買在這底部的話 這一根是 最低是194 那我看的支撐 是大概193.5 194195 這邊附近 然後後來如果持續做 持續抱著 那現在呢 是大概漲了 10% 剛好10%這樣子 所以說這是 會員個股啦 然後那時候剛好在 底部一個警戒的部分 所以目前就是守住這個警線 那就看你自己怎麼去做操作啦 因為 他的一個 一個支撐已經拉得有點遠了 那我現在講的話感覺沒有太大的意義 對所以說 如果說在未來呢 能夠有效的去 再持續做盤整吧 我覺得他目前 我覺得他只是在持續做盤整 沒有一個比較 漂亮的突破 沒有一個比較漂亮的突破 那目前的概念就還是以 我們這個193194為一個支撐線 那就看他怎麼去走 那這個下昇曲線的部分呢 我並不覺得說他是一個非常正確的 因為他只有連接著左側高點的兩個點 他必須要三個點 然後已經過測試最好啦 就是說 我們能夠去看的就是第四個點 是最好 那當然你 能夠 在這個地方 像他這個地方他是有好幾個嘛 他是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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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四個點 一二三四 那我到底要畫哪個點 其實我也不得而知 只是說 最簡單 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這個 畫線的方法就是畫 最外側 沒有任何線去做干擾的這條線 所以我畫這條線 但是下昇曲線並非標準 並非完完全全 我認為是正確的 我還覺得他可能是不正確的 所以說 我目前是先看他一個盤整盤 然後 只要在未來不跌破這個193194 那這邊也是確實有大量 搞不好都沒有機會點下來 之後可能沒有機會點下來 那 可能就沒機會 然後就是持續做成他 或是看別檔 目前 如果是我也不會對他有任何興趣 因為他已經過了他一個 能夠去考慮做進場的一些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尾權電 那尾權電部分呢 之前有畫一個W底 然後 這個 在這個點 對 那 那時候後續是有在往上走 因為這邊有去乘組 當然這邊支撐 這邊有支撐 往上走 然後這邊支撐 最後往下點 然後呢 他的走勢很像是 有 目前看到也三個 三個就是 尾權電 金鴻 還有 深茂 我自己 自己畫圈發現 目前底部都要打一個比較大型的W底 然後都要走 右腳 往上的一個格局 所以 如果說在未來的哪一天呢 右腳這地方能夠有效去突破 那我尾權電部分大家是抓49.25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W底 那就看你要不要突破這個點呢 然後再去做一個突破單 然後會不會死板 都有可能 那 如果是我的話 不會買到現在 現在這個點的比較偏屬於是 要高不高 要低不低 他會不會再轉下來 現在價格是46點上 那會不會再轉下來到 我底部畫的三層曲線 大致上是在這個 42塊這個地方 欸是 有機會的喔 喔有機會 所以說這邊是屬在 屬在一個不上不下的 不上不下的一個價格 那 我比較偏想要做一個 效率投資的人的話 那我只要等他W底真正的主力幫我打好了 那我在突破的時候 我再去做單 我再積極去做單 我覺得就 沒什麼問題 然後目前是 畫這個線 我覺得應該蠻正確的 主要是原因是因為 1 2 3 4 5 5個點的下降趨勢線 突破了 所以這個底呢 如果W底打得漂亮的話 或許能夠抓個一波 找不滿足 或兩波找不滿足 我不確定 但是 通常是抓兩波啦 我就是依這個經驗 然後 去做這個分析的話 大致上是這樣 反正呢 你有單啦 這個即使也沒有一定啦 你有單 你能夠慢慢慢慢去 你 最終你 賺錢就好 不要說 我這個沒賺到 好可惜喔 很歐 然後還是到處跟別人講說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 像剛剛嘛 我跟我們會員群組講說 這個比特幣 結果現在漲了20幾% 那如果說當初我下別的幣 對 當初下別的幣 三代幣的話 可能就搞不好就100%的漲幅 對不對 那也是沒嚇到 對啊 因為之前看到盤勢真的是 太無聊了 結果他的這個盤勢是在 盤整 在這個 讓這個 一堆這個 空單呢 增加 然後直接幫他們加暴 那目前看金橋啦 金橋我自己個人 畫畫畫 畫到最後 我自己個人覺得應該是 這幅畫啦 這就是這幅畫啦 我畫的畫 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那 以一個大型 一個結構的一個 三角收斂來看啦 一個大型收斂來看 然後呢 很很巧 很巧的是什麼 很巧是我們中軸線呢 剛好也是他差不多交叉出的位置 所以 這個主力吼 有在用心的畫圖啦 我們給他一個 掌聲 那 確實就是 目前看 看起來是 如果說是要上漲格局 走五波是 一二三四 五 五波 五波是一個 蠻正常的一個 走勢啦 對那會不會這個地方就這樣彎下來 直接去跌破 有可能 所以 目前呢 這邊能夠去觀察的點是什麼 我們能夠去觀察的點是 如果說在未來呢 有一個大疊盤 那大疊盤要指多少 大概疊個 間疊個什麼 兩三百疊 的那種大疊盤 如果說有的話 那會比較好去check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呢 目前處在一個支撐區 這邊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支撐區 但是呢 如果說 他 在 這個區域呢 沒有經過一些洗禮的話 沒有經過大疊的洗禮的話 那 這個支撐區可能就是 不是那麼正確 但是目前看起來 來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邊有一個潛在的機會啦 有一個潛在 因為呢 我如果說你是主力的話 你覺得 把他給拉上去 還是把他給砸下來 哪個賺比較多錢 我自己個人 我心中會覺得把他拉上去賺比較多 為什麼 大家看一下他的線圖 大家看一下線圖是 基本上 大家看一下 現在價格是22.5 他的上一次的高點 是在他上市2005年到 2007年創下最高點之後 就沒有到的 所以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不信 有人可以從2007年開始 爆這檔個股 爆到現在2023年 總共經過了16年 然後還爆著 總共經過16年還爆著 那我是覺得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說 如果我是主力的話 我應該會想要把他往上拉 再拉一波 所以 我個人會對於這檔會整體 應該告一個大格局的話 我會以一個多方思維去看 我以一個多方思維去看 看他什麼時候突破吧 因為今年我自己個人覺得 盤勢應該是偏盤整向上盤 目前的感受上是這樣 那當然未來如果跌下來呢 那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那之後的事之後再說吧 那目前個人的感受是 如果說能夠有效突破 或許能夠拉一波 然後現在是在這一個 三角收斂裡面 第 第幾波啦 這應該算1234 然後第四波反彈到第五波 突破波啦 那 那 就是 大家自己想要看吧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拉 那你有興趣你可以買個一點 試試看吧 我不確定 我不確定 那 反正價格呢 是守在下面的這個上升趨勢線 第一波還是得做儲藏 我蠻看好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目前到現在都還有量 他到現在都有量 還蠻強的啦 那我們來看玉龍 玉龍 我認為應該也是 還有機會拉一波啦 那目前個人看法 呃 只能說 我們的這個阻力呢 他看的壓力跟我一樣 那這個上升趨勢線好像 對 好像也看的一樣 你看這個點呢 剛好也是 有一個check過 所以說 我們這邊經過了 呃 比較簡單 比較 阿薩利的 講 如果說在未來 他的趨勢是向上的話 那這邊呢 你看喔 經過 123 目前如果說真的這個 結構 跌破了 那他就是一個三重頂 哇 三重頂 1 2 3 三重頂 往下跌 喔 但目前看起來的 感受上喔 如果說 主力連這個下降趨勢線都有在看的話 然後並且去守住 那他的走勢或許是這樣子 去往上走 喔 有可能這樣往上走 就說哪一天突破大概69塊 收盤收到69塊以上 齁 再去 看看 考慮看看 我就自己覺得是偏多操作喔 不要去亂空這一種 呃 強勢股 就像剛剛那個精巧 喔 講的一樣 就是說主力已經在底部建倉 找到建倉完畢 然後才把他往上拉 那他拉了之後呢 欸幹嘛用石頭砸自己的腳 如果說真的盤勢很差的話可能才有機會啦 那主力呢可能自己也很頭痛 喔 當然 每一個人啊 他 你去做多呢 一定比做空還要來的簡單啦 就好像是 這個 呃 操操喔 那就是 我們剛剛之前已經講過了喔 那這邊就不多講啦 那我們就看下一檔吧 我們就迅速的講 我們還有這個 中興店喔 好 那看一下中興店的部分呢 目前呢 他的走勢好像還比那個 華城還要再強一點 然後他是一個 緩步向下 然後這邊是 拉了一根 這個算是出貨K啦 喔 這算出貨K 算是出貨K啦 那 經過了大概一個禮拜多的盤整 然後慢慢的向下慢慢的向下 那目前呢 我覺得 比較easy一點 就是等待一樣啦 等待他這個價格的回落 如果加上這一根的低點 去做一個防守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那 防守呢 我會再往下再多抓個 再多抓個 1%啦 譬如他的點是67 可能再多抓1% 那1%大致上是在這個 66.5 欸66.4嘛 對那 我覺得大概 大致上這個停損價格 再往下抓 那 如果他終究被點掉 那也沒有辦法 那真的沒有辦法 那 目前就看的區域就是 呃 這邊是一個直升區 我目前還是這樣看 一樣 持續偏多去看 不要去做空 我不要去做空 你可能就是說他每天在跌 我幹嘛不空 我早知道空到最高點 那整個線型是偏多去看 偏多去看的 好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很強勢的這個 這個 算是食品 觀光股啦 就是這個 網品啊 美食KY啊 是8屬住機 還有這個精華 精華酒店 那時候我們在看這個指數 就是其實有講 然後我們稍微的瞄一眼 我們瞄一眼就好 明天 或是說晚上的時候 我們再來 呃 細講 忘記他是上市還是 應該是上市 我忘了 有點忘記了 我們看看他的這個結構就好 我們就回來講個股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齁 他越過了 123 就是很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玉龍呢 三個點 然後往上突破的感覺 不過他的時間更長一點 他時間是從這個 2018年這邊掉下來之後 都在底下盤整 所以他目前呢 是一個非常向上的格局 然後這個在 呃 我講那個指數部分的時候就有講 不過這個 講到我有把它納入我自己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上漲 但是 我並沒有在我們會員 影片的這個個股講 因為我覺得他量 有點少啦 我不是很喜歡啦 他量有點少 平均都比較少啦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覺得說 還是以一些電子股 我覺得 為主軸比較好 為主軸比較好 不要真的是講了之後然後 這個 對 然後基本上 主力沒有辦法拉 主力沒有辦法拉 雖然說我們也不是大群組啦 對啊 反正就是 目前是這樣想法 那看一下這個吧 這個是之前畫的 那我覺得 整體的想法 我們把這個都刪掉好了 我們把它刪掉 我們重新看 沒有辦法看出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線 因為他的這個 有時候拉 他會 會是做一些改變 對 目前格局應該看成這樣子拉 目前格局 可能是130 這邊才是真正的一個 支撐 然後 整個格局 他有點像是 像我們剛剛給大家看的那個 就是 盤整盤一盤嘛 然後突破一根 這個 假突破確立 然後這邊去空 確實可以空到底部 但底部這邊有 差一根下引線 然後又拉上來 那他的後面 應該說 當初我畫的時候呢 我是這樣畫 所以說 我當初畫的時候是這樣畫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後續的一個走勢是如何 那我現在呢 可以透過後續的走勢 知道說1461塊支撐 所以 他在禮拜五這根上場 確實是還不錯 如果說手上有的話 那是可以能夠是值得在 持續做觀察啦 但是 大家看一下這邊的 這個大量的點 下殺 這個是下殺在這裡 那我覺得OK 146這邊 我覺得是OK的 什麼意思就是 我們看他收盤的價格 那146這邊有 最後一個小時 9點到 12月9號9點到10點 這個最後 比如說這個小時呢 他最後收盤 代表說 這邊的擊中的一些充滿是比較多的 所以說收盤在146 所以說146突破是一個好的點 再來他必須突破是這一根 所以說 他剛剛的大量並不是一個非常恐懼的大量 假設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9點的 9點到10點 這根60分K的大量 是全部灌在 我想他 此時時刻點那個超長的上影線 他最高到162 這一根的話 那真的是 蠻難突破的 那大家看一下他這邊呢 呃 有一個壓力嘛 那最後他是碰了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第四次就正式突破了 那禮拜有確立突破上去 所以說 大概碰了四五次 他就有機會去把他給 用這個量 用這個量 把他給撞過去 那我們看他稍微再細一點點 我看能不能看出一些比較細微的部分 有時候不一定看得出來啦 打過頭 好大概在這裡 那看一下他真正爆大量的上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平台 這邊收盤上去 然後掉下來 上去 下來 這裡 大家看一下 這根砸盤 也是砸到了146 146還是有人在接 還是有人在接 你看9點就有人在接了 然後 跌到146 還是有人在接 有人掛單掛在這邊去做防守啦 146、145這邊這個價格 然後他高點的部分 我們大家看一下 他是在12.30的時候最大量 所以說 呃 大量的點 應該就是抓這個區塊沒什麼問題的 所以 當然啦如果成本買低一點的話 是沒什麼差啦 如果成本高一點的話 這邊確實需要做一些小心啦 最大量 最大量是在這一根 所以 應該真的在高點 可能160左右啦 這邊可能就是一個 比較大型的一塊壓力 這邊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塊壓力 這真的是落在這個區域 我是 放大放大放大然後 然後去看他的量 大致上可能是 講到這裡來 可能會有一些受壓受阻 但是 他的受壓受阻 並不是很毀滅性的 反而我覺得146這邊這個支撐呢 反而是大過於上面的壓力 所以持續上展的動力 我覺得算蠻強勁的 自己個人感受啦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另外一檔 這個 伯特光 好看一下 那 之前畫了一些 我全部刪了齁 因為 不曉得之前畫正確還是不正確 我看一下整體的一個大格局 那 一旦看整個 整個格局就是 有高點嘛 然後盤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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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拉一個高點 所以基本上他能夠畫的 我覺得 正確來說應該是畫這裡啦 我們看一個大格局嘛 我們就不要看小的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是畫這邊部分 所以我們看一個小的 那小的格局是什麼意思 小的格局就是我們其實也不太需要 我們用肉眼 你有學過數學 你用肉眼 然後去 看一下圖 其實大致上就知道說他是由 由空方轉為盤整 偏多方 這樣子 可能就是上漲 那目前這個格局我們先看一下 底部呢 我們就畫一個 上層曲線 我從這個點開始畫好了 大致上這樣畫 那 這邊就是走了 一波 那 現在 這一根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是 第二波 那這個點呢 在M頭 的右腳 這一個點 我覺得我會蠻喜歡的 這個在副盤裡面 看到蠻多基本上都有機會 至少漲到這裡嘛 那更好一點當然是突破嘛 突破前高嘛 就是說走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慢慢走上去的格局 對那或者不用這麼浮誇 他可能呢 是怎樣 他可能是這樣子而已 可能之後到達這個地方 然後之後再到達這個地方 反正呢 價格是能夠 有一個 上升的延續性 那我自己個人目前看的話 如果說他真的是在拉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上 下降趨勢線的這個 這個 三角收斂啦 拉一個大型的三角收斂的話 那 他未來會怎麼拉 可能 我這邊隨便貼啊 可能 未來呢 搞不好 拉他這裡 下來 那這個點就一個 非常好的point 然後再 往那拉 碰到壓力 再一個比較 大型的下跌 底部盤整盤整 再往上走 那 大致上的話 就是走 應該是走 12345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走 12345 6 應該是這樣子拉 那 系數應該是從這邊開始數拉 1234567 大致上我們看過 一些圖 的上飄期 都會走這樣的一個 七波下跌拉 七波下跌的一種 走勢 我們看一下 那個 我們腦袋中有一個 上市的化工吧 他還有一檔 我忘記是哪一檔 腦袋不好 沒辦法記完全不 不是這個 是 上櫃那邊 上櫃的化工 這裡 他算是 有點難算 123 反正拉 碰3次頂拉 很簡單就是碰3次頂之後會下跌 碰3次頂之後 較容易去下跌 然後目前給我的感受 有可能會拉出這樣子 那 那這是第1種拉 那有沒有第二種 我們再分析看看有沒有第2種 對不對 他之前突破了這根 然後 呃 我覺得那時候這根確實不錯拉 這根確實不 但 現在反過來看他的 量好像確實沒有到很大拉 不過 想真的他本來量就很小拉 呵呵 他本來量就很小 所以說 我才會說 如果說你要 盆偏技術型態去做操作的話 那 你要更能夠去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 量少的呢 可能 會 有點偷雞摸狗 假設那一天盤勢特別好 假設這一個 12月12號呢 盤勢特別好的話 那他突然晚上這樣子 多漲個 兩三元 其實很合理拉 他是造成一個滑架的感覺 讓你覺得說 突破了突破了 結果勒 最後 往下跌 後面的123根基本上都沒收盤 都沒有過 所以這邊還是一個主壓 147左右還是一個主壓 那你可以抓大一點 147到148這樣子 所以說 如果說 未來的走勢像我剛拉的 這樣子的話 假設是這樣子喔 那 你就會發現說 你在這邊做多 拉到這邊 沒有拉 然後就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你又覺得 這邊是有支撐 不是有支撐嗎 結果底下 這個想法我覺得 非常有可能 所以 我覺得 如果是我會去做單的話 應該做在這個點 我會看這邊的表現 當然還是要看他是不是 如果說 講的是這樣子去走 然後最後底下 我個人的感受是 我們就來講下一張 我們看得尾 OK 畫得真美 好亂喔 好我們把他重畫了 好我們要得尾 那 我們先以他 整體的一個趨勢去看喔 怎麼去看 就是說 要多投趨勢就簡單一點 就是投投高嘛 地底高 那現在你去觀察一下 他有沒有投投高 地底高 好那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邊這個點 這個 這樣子嗎 他是這樣子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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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也是在底部就補了 我沒有...那時候沒有... 因為它看的圖形不是看這樣 我記得我好像是看...這樣吧 我是看一個類似上上飄期的感覺 然後就下點 所以這邊先畫好 然後之後我們就來看這邊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底部有沒有爆亮 它在高點12月1號有亮 然後12月2號全部倒光光 那12月2號大致上也是我們整體盤勢的一個轉折點 這是11月暴漲 那12月初就往下點 那1月初就瘋狂的上漲 大家看一下它好像是... 呃...好像只跟著盤勢走吧 你自己看喔 但是有一個關鍵點是大家去思考什麼 欸...不疊 這邊是不太疊 那是不是這一個點是一塊支撐 160是主力鎖去光耀的一些支撐 沒錯...這個就有機會 那但是你就從左邊去看好像也沒有發現什麼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啦 就大致上這樣畫 欸...大致上去畫一下 因為你要大致上知道說整體的盤勢 那時候是如何 大家可以知道說12月底那時候的盤勢呢 就很...不是很好啦 就是電子半導體不是很好 有些還破線 但是它沒有破線 喔...它錢是跑到生技的這個上櫃那邊 那時候外子在放這個過年 就是他們聖誕節 放假這樣子 所以它呢...最終它是卡在160這邊 它反而...如果說我看的話 我應該會抓165 因為這邊比較想像 左側感覺上...欸...有一個... 這樣一個打底然後散影線在這裡 但是它真正的支撐應該是落在160 所以...防了很多天啦...熟了很多天 所以說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這邊可以得到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下降的格局呢...欸...是不是已經走完了 在這一根突破的時候已經走完 然後現在是呈現有一種... 頸線有支撐 就是說底...是底... 底底高 那目前的一個看法就是... 它的高嘛... 一波...一波高... 第二波比它還高 或是說是平的 那第三波會如何 那目前...個人的看法應該要從這個地方先進行... 觀察啦... 我們知道它轉多方了...但是... 關注這個點吧... 200塊這個點... 剛好是整出價格 所以說這個點呢... 或許就有機會去做一些翻彈 那它的壓力... 下一個瓶頸線的壓力... 講真的...我... 不太了... 不太了解在哪裡... 大致上應該就抓在這裡啦... 這個點... 應該是... 剛好應該是漲10%這個點... 220左右啦... 這邊有看到一些... 嗯...就是... 壓力嘛... 支撐... 壓力...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Double壓力... 現在屬線的壓力... 屬線的壓力... 最後下來... 所以目前呢... 呃...這邊是大支撐... 如果說未來突破的話... 那這邊是小壓力... 大支撐... 大家應該知道要做什麼事情嘛... 當然是做多啦... 看未來有沒有機會... 那目前的一個行情是... 能夠... 看能不能延續下去吧... 當然它在未來搞不好也有機會這樣走... 還要盤一下子... 就看它這一波... 上去的力道如何... 不好的話... 就等這邊吧... 那不然就是等待下次突破... 就好啦... 不用超市過級... 你沒辦法買在最低點... 你就買它突破點... 對...就是這樣...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何康生... 這個是... 好像是一個做多的這個... 觀眾問的喔... 那時候說... 它現在蠻有機會做一個頭監底... 然後如果抓一個跌幅滿足的話... 剛好是下來... 然後... 那時候是因為看... 比較偏看空生技指數... 對...那當然... 它後續往上漲... 但是有一些... 是往下跌的... 像...很多啦... 就是... 合一啊... 台山生技啊...等等等等... 都是往下跌... 那...它是比較... 逆勢吧... 算是逆勢... 所以說... 咦...我們這個圖形呢... 咦...就刪掉... 這是做一個預測... 你真的去做空啊... 右肩就會做空... 不然的話... 只能在破線... 我覺得是破線再去空是最好的... 那目前它看起來... 就不是在走一個... 頭監底... 反而是... 它把這個... 大概48塊這個地方... 形成一塊直撐... 跟我們剛剛看那個... 那個哪一檔... 忘記了... 反正很多檔... 就是... 它的平行線... 然後上去... 對...所以說... 這張圖其實跟我們剛剛... 講那個... 騎握那張圖其實有點像喔... 就是說... 它是做一個... 然後疊下來的感覺喔... 不過目前呢... 用一根... 強勢的K棒... 去這樣往上走... 那它目前的看法是... 應該是能夠延續... 只要能夠守住這裡... 那延續多頭到... 上面... 或算是過前高...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看的壓力是看前面這裡... 然後它之前爆大量的點... 是在這個點... 它有點像是... 我們剛剛分析的... 喔... 那個... 杖壽司啦... 喔... 杖壽司那邊的大量... 所以說... 價格上... 我們這邊看稍微細一點喔... 不能說百分之還正確喔...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講的... 我剛剛杖壽司呢... 它... 雖然說那一根很大量... 但是呢... 它那一根是在9點那一根跟... 12點那一根是... 它的量是平均的... 就是9點砸下來的146是支撐... 那... 12點上去... 是另外一半的量... 然後我說... 它比較好的方式是... 它分散... 它把量分散... 它不是所有量都集中在最高... 欸... 結果... 馬上就要馬上... 馬上看到一個最高點的爆大量... 所以說... 基本上... 主力就是在這個地方去... 不管它是出貨... 還是說它是去... 進... 建倉啦... 不過... 後續會商貼下來一波... 我個人會比較偏向於說... 可能是比較偏向於是... 嗯... 就是去...去賣出去啦... 賣出去... 好...我們看一下... 它是9點呢... 原本9點開盤這根本來就是... 量會很大... 蠻... 蠻合理的啦... 那再來... 我們從未來的這一些圖呢... 看到了... 這個52塊... 這邊有一些關鍵的一些... 看起來一些防守點... 好...這個點... 這個點... 52塊... 那現在價格是51... 我不知道會... 我不知道是不是... 痾... 之後是... 越過52... 又是下一層嘛... 有可能是又是下一層... 那我們看一下它量... 它現在目前是突破了... 這一根... 這一根也突破了... 這一根... 因為現在量是... 現在價格是51... 抱歉... 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當天的量走勢是如何... 就忘記... 我們看一下... OK... 那... 當天最高是51.5... 所以說並沒有到52... 那52這個點呢... 如果說能夠再突破... 那可能會更好了... 不過... 痾... 它的量... 卡在這裡... 確實是有那麼一點... 大... 如果是我...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猜測... 行情... 就像我一開頭講... 這個... 你能夠關注的圈... 跟你能夠影響的圈... 不一樣... 你的錢就沒那麼多... 你沒辦法當主力... 所以說你就... 專注在自己能夠去做改變... 你覺得有問題...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比較膽小一點... 我就比較悲觀一點... 那邊就有一塊壓力... 那... 我可能拉到了... 像今天... 我二塊這邊先出一點掉... 那之後行情就持續看... 如果說能夠有效的... 去守住... 我下面的這個支撐... 我們下面這個支撐... 大概48點... 我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持續去看... 持續偏多看... 我們要金碩... 好... 我們就最後一檔... 欸... 錯了... 6491... 好... 那金碩呢... 在... 我們那時候講說... 他是突破了... 整體的大下降趨勢線... 然後... 盤整盤整... 那有機會往上... 那他終於在... 禮拜五... 這個... 因為他算是... 歸類在生技醫療這邊... 那生技醫療... 普遍我是比較偏空看... 因為他的指數是... 嗯... 不代表所有的個股... 你個股呢... 表現... 原來就好... 像他的表現... 原來就是比較偏好的... 因為他是越過了... 從... 2021年的高點... 6月這邊... 一路下來... 今年已經2023年... 這一個... 很大的... 一年半的空頭... 結束掉了... 結束掉轉多方... 那... 理論上都要去偏多去做操作... 那... 會不會像我們抓的... A段等於B段... 然後... 上去到... 571... 期待看看吧... 如果說... 能夠延續這一個行情的話... 那... 你就是... 買著... 慢慢的就看... 看能不能夠最終到達這個價格... 我只能這樣講... 那... 我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是我的話... 會想要等等看... 那當然是指... 前提是... 你的資金要組... 你不能用其他的這個... 藏品... 會有時間的問題... 那... 你用融資呢... 會有這個力寫的問題... 當然如果說最後賺的是... 比較多... 那他沒差... 那如果說... 他有期貨的話... 那... 會有期貨轉三的問題... 對...所以說... 他應該是沒期貨啦... 他沒期貨啦... 因為他不...不大嘛... 所以說... 就持續看下去吧... 目前的看法是... 確立收盤收過去了... 然後... 帶大量... 長... 長紅棒... 他應該... 應該說他是上漲... 呃... 可以放啦... 因為這邊是有不同顏色... 所以他整體的趨勢... 就慢慢持續看下去吧... 當然... 他在未來呢... 他這些位置會不會受到... 呃... 受到壓力... 我覺得應該也會啦... 就看... 主力對於他影響大不大... 目前先看到... 460... 再來就看到... 再更高一點... 好... 那我們就講完... 然後... 應該是晚上或是... 明天再來錄這個... 時數的部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